好 我们接下来开始给各位讲组织工具 组织工具 我们简称叫四图两表 首先讲四个图 第一个叫项目结构图 内容在教材时二页到十七页 按照例年考试项目结构图它必考一题 各位看屏幕上这个图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项目结构图 把一个整体的项目一层一层把它分解开 某住宅小区分为一期二期和三期 二期再往下边分解 有八号九号十号楼 这就叫项目结构图 所以它就是通过树状图的方式 把一个项目组成分解 这个图里边用到了两个符号 第一个符号是举行框代表工作任务 第二个符号是连接线 用连线来连 没有箭头 我问各位为什么不用箭头 因为它只是一个分解的关系 它没有指令的关系 也没有逻辑关系 它只是把它分解开来 所以用连线连起来就行了 这是它的基本概念 这个基本概念里边 我就问各位一句话 项目结构图能够组成 该项目的所有工作任务 对不对 有些人说不对 因为所有两个字太绝对了 各位看屏幕 所有工作任务 所有两个字在这里 把它圈好了 考点就是这两个字 所有的工作任务 在项目结构图里面 我都能够反映 好 第二个点 项目结构分解 它不是唯一的 哪怕是同一个项目 我也有不同的分解方法 所以分解应该结合两个方面 哪两个方面 编号写和字背 地方考读学 分解要结合的第一个方面 是实时的部署 分解要结合的第二个方面 是合同结构 把这两个圈出来 写个字要背 第一个结合实时部署 第二个结合合同结构 非常好的一道多群体 好 第三个点 群体工程可以分解 第二个层面的项目组成部分 可以分解 单体工程有必要 也可以分解 它的意思是 各位看上面那个图 群体工程 某住宅小区工程 它可以分解 第二个层面 二期工程可以分解 单体工程 如果有必要 也可以分解 比如说八号楼 我也可以往下面分解 但是各位 针对最后一句话 我来给各位说几句 你来看对不对 第一句话是 单体工程必须分解 不对 第二句话是 单体工程 不用分解 也不对 第三句话是 单体工程 可以分解 这句话是对的 有必要我照样可以分解 比如说 我可以把它分解为 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 我当然就可以分解了 好 这是第三句 第四句 你分解看来之后 我们要进行编码 考试就考这两个结论 问你编码依据是什么 编码的基础是什么 这两个结论 我们暂时不看 我给各位画了个图 我们这个图来给各位搞定一下 它的逻辑关系是这样 首先拿到一个整体的项目 对它进行结构分解 分解开来之后 我们编制好项目结构图 有了项目结构图 进行项目结构的编码 够组成部分编码好了 过程中进行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够工作 我们再进行编码 他问你这两个编码依据是什么 各位你来看 如果要进行项目结构的编码 它的依据当然是前面的项目结构图 如果要进行项目管理够工作的编码 比如说 合同管理 信息管理 够工作要编码 它们是在过程中 它的依据前编 一个是项目结构图 一个是已经形成的项目结构编码 依据这两个对项目管理够工作 进行编码 所以它的结论就出来了 也有了上边这个逻辑关系图的话 关于它们编码的依据是什么 我相信应该非常清晰 好 第一个图 项目结构图 我们就给各位讲完了 第二个图叫组织结构图 这个图在教材18页右 各位看屏幕 我屏幕上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组织结构图 我相信各位一定看得到 它反映的是上级对下级的一个指令关系 反映上级对下级的指令关系 用组织结构图表示 这个图里面用了两个符号 第一个符号 举形框代表工作部门 第二个符号 连接用单向界线来连 因为它表示的是上级对下级的指令 这就叫组织结构图 好 我的问题是组织结构图反映上级对下级的组织关系 对不对 很多宣说老师不对 应该反映指令关系 各位 你只熟悉指令关系 看清楚教材 它也叫组织关系 你怎么说不对的 你守指令关系 我守组织关系 OK 我出题 你来考 当然你就考不过了 你不能在你的舒适区里边 你说你守指令关系 我就只记指令关系不对 把组织关系四个字圈好了 组织结构图反映上级对下级的一个组织关系 好 这是我需要给各位讲的第三个图 第四个图叫喉中结构图 这个图各位简单看一遍就行了 不用讲 因为这个图太简单了 04年开考建造时以来到去年 19年一次都没考过 它的举行框表示参与单位 连接用双向线线 因为喉中关系 双方都要认可 好 第四个图 工作流程图 这个图很重要 内容在教材的29页 好 各位看屏幕 我屏幕上给各位画了一个工作流程图 这个图是这样画的 他说工作一干完开始干工作二 工作二干完干工作三 工作三干完之后能不能往下面干 他有个判别条件 判别条件合格 才能继续干不可够回去办公 这就叫工作流程图 我举个例子 工作二是墙体钢筋绑杀 绑杀之后工作三是隐蔽工程验收 隐蔽工程验收的时候有个判别条件 如果验收合格继续往下面干封墙体木板 如果验收不合格回去返工 继续干工作二 墙体钢筋绑杀 这就是我们给各位讲他叫工作流程图 告诉你工作一步一步一步 应该怎么做 反映的是前后工作的逻辑关系 这个图里边我们要用到三个符号 第一个符号举形框表示工作任务 第二个符号连接线是单向接线 表示前后工作的逻辑关系 第三个符号临形框表示判别条件 这就叫工作流程图 好 四个图我就给各位讲完了 你有没有听懂 我问两个问题我就知道你有没有懂 听我描述 第一个问题 我给各位讲的四个图里边 举形框表示工作任务 请问有几个图啊 是不是有两个 一个叫项目结构图 一个叫工作流程图 他们举形框都是表示工作任务 我的第二个问题 连接用单向接线有几个图啊 用单向接线应该有两个图吧 一个叫组织结构图 一个叫工作流程图 但是他们表达的意思不一样 工作流程图表示前后工作的逻辑关系 组织结构图反映上级对下级的组织关系 或者说叫指令关系 OK四个图讲完了 看题目 我们首先看第一个题 关于项目结构分解说法正确的是 A 同一个项目只有一个项目结构的分解方法 我们给各位讲了分解它并不是唯一的 他说只有一个不对 B 居住建筑开发项目可以根据时间对项目的结构进行分解 分解可以根据时间来分解对不对 好 很多选不知道对不对 OK 先放着 看C选项 它能够反映组成该项目的主要工作任务 我专门给各位换那两个说 它反映的是所有而不是主要 D 单体工程不应该再进行项目结构的分解 它不是不应该 4 如有必要也可以分解 那么答案只能选第二个B选项 B选项为什么对可以根据时间的分解呢 就是我们前面举的一个图 某住宅小区分为1期2期和3期 3期不就是根据它的开发进度 根据它的时间来分解的吗 所以我们的分解是可以根据时间来分解的 好 我们再看第二个图 第二个题 它画了一个工作流程图 问你这个图哪些地方画错了 你记住它只用三个符号 各位你来看圆圈1 工作应该用矩形框 它用的不是矩形框 所以这是错的 圆圈2 工作用矩形框没问题 圆圈3 它是判别条件 判别条件用平行四边形不对 应该用凝形框 各位这不叫平行四边形 这不叫凝形框 这叫平行四边形 你小学数学要学好 你不要搞到这时候还会去反攻 好 第四个 它用双向线线不对 第五个 它不是矩形框也不对 所以各位这个图里面有四个错 那么答案说出来了 好 这是第二个题 第三个题 编制项目 合同管理工作编码的基础是什么 这个编码是合同管理的工作编码 合同管理是项目管理的一个工作任务 它的编码 基础跟依据有两个 第一个依据项目结构图 第二个依据已经有的项目结构编码 依据这两个方面 我们进行合同管理的编码 那么答案就出来 应该选第二个 必选项 好 四个图 我们就给各位讲完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给各位讲两个表 第一张表叫工作任务分工表 内容在22页到24页 这张表干什么用呢 顾名思义 看屏幕 这张表进行工作任务的分工 把工作任务把它分开来 分给大家干 编制的表格叫工作任务的分工表 第一点 项目各方都要编 而且编制各自的工作任务分工表 写三个字叫购编购 自己编自己的 为什么不能编同意 因为各方它的工作任务是不一样的 我施工方的工作任务 跟你业主方的工作任务当然不一样 所以要购编购 第二个每个项目都要编 不管你这个项目是大还是小 我都要编 第三个它是施足的一部分 是施工组织设计里边的一部分 好 第二个点才是重点 如果我们需要编制工作任务分工表 首先第一步干什么 第一步进行项目管理任务的分解 也就是我习惯用两个字来给各位总结 第一步干什么 第一步是分解 分解任务 把工作任务分解开来 分解之后第二步干什么 第二步叫分配 把工作任务分配给谁了 编号分配给一项目经理 分配给二主管工作部门 分配给三主管人员 好 写个作备 第一房考作选 分配给谁 最后才是编制工作任务分工表 好 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 第三个可以不看 每个项目至少一个主办部门了解一下就行了 强调一遍 工作任务的分工表重点就在第二个上 最有可能考的是程序 我要编制工作任务分工表 首先应该干什么 应该要分解任务 然后才是分配 第二个 如果今年出的篇 他说把工作任务分配给谁 这三个谁要搞定 好 这叫工作任务分工表 我们看一个题 他说 编制项目管理任务分工表 首先 要进行管理任务的分解 分解之后 然后是什么 然后是两个做分配 所以答案应该选C 分配给项目经理 分配给各主管工作部门 分配给各主管人员 这叫分配 那么这个题就出来了 也就是那三个关键词一定记住 第一个叫分解 第二个叫分配 分配好才是编制 第二张表 我们要给各位讲 管理整能分工表 这张表在教材的26页 一直到27页 这张表干什么用 我先来给各位解释一下 这张表进行管理职能的分工 把管理职能分开来 那就叫管理职能分工表 好 管理职能一般是多个环节组成的 最主要是五个环节 拿五个屏幕上 提出问题 筹划 决策 执行 检查 这五个环节 考试不是考排序 考试是给你一句话 问你属于管理五个环节里边的那一个 一般是这样考 比如说各位听我描述 针对这个项目 机空图方开挖 我们项目上 你定了两个方案 一个叫中心导师挖图 一个叫彭氏挖图 请问各位属于哪个环节 应该属于筹划吧 提出解决问题的多个方案 那是筹划 我定了两个方案 把这两个方案交给公司老板 老板说用中心导师挖图 这叫什么 这叫决策 多个方案里边选到底用哪一个 那就叫决策 好 我们项目上马上落实中心导师挖图的分八单位 以及落实施工条件 这叫什么 这叫执行 没问题吧 这些我相信你都没有问题 有问题的是这句话 把这两个方案交给公司老板之后 老板看过之后 说你们交给预算簿 叫预算簿算一算 这两个方案成本差多少 然后我们再决定 那么请各位告诉我这个环节叫什么 那我相信你不一定会了 这个环节叫筹划 多个方案进行比较 教育算簿把这两个方案的成本比一比 算一算 看差多少 这就是比较 所以他叫筹划 他不叫决策 你记住 老板没有定用哪个方案 那就一律不能叫决策 只能叫筹划 好 这是我们需要讲的第一个点 管理智能包括五个环节 哪五个 给一句话 你要知道属于哪个环节 好 第二个点 项目购方 多应该编制 购制了管理智能分工表 写三个字 购编购 购方自己要编自己的 为什么优购方的管理智能是不一样的 我业主方跟你施工放的绝对不一样 所以大家编大家自己的 购编购 第三个点 管理智能分工表 这张表 是进行项目管理班子内部的管理智能分工 顾名思义吗 问题是 进行项目管理班子内部 谁的管理智能分工啊 这个谁很重要 第一个 进行项目经理的管理智能分工 第二个 进行购工作部门的管理智能分工 第三个 进行购工作岗位的管理智能分工 这三个叫管理智能分工表 进行谁的管理智能分工 OK 写个字对 跟前边的工作任务分工表 把工作任务分配给谁 管理智能分工表 进行谁的管理智能分工 好 前边三个 后边三个混在一块 除了项目经理是一样的 总共有五个选项 我就出一个多选题 你能打出来吗 我相信你不一定会吧 它的特点是 工作任务分工表 把工作任务分配给谁 那个谁一定带两个字 叫主管 而管理智能分工表 它是不带主管两个字的 管理智能分工表 也能用过于企业管理 它主要是用在项目管理上 我们企业管理也能用 好 这是我们讲的第三个 第四个 关于管理智能分工 我们用什么工具 我不给对念 我可以描述 如果在我们国家 管理智能分工 应该用岗位 责任描述书 如果在国际上 一般用管理智能分工表 国际上用的管理智能分工表 比我们国家用岗位 责任描述书要好 可以暴露 我们国家用岗位 责任描述书 所以应该的矛盾 如果是一般项目 到此为止 结果它题目给你加一句 我这个项目是大型项目 不管是用岗位 责任描述书 还是用管理智能分工表 还不能明确 因为项目太大 这个时候应该辅助 加一个管理智能分工描述书 那么就讲了 管理智能分工 分别用什么工具 我们国家用岗位 责任描述书 国际上喜欢用管理智能分工表 国际上用的表 可以暴露我们国家 用岗位责任描述书 所以应该的矛盾 如果项目超级大 应该加一个管理智能分工描述书 来辅助描述 不然的话描述不清楚 用项目太大了 好管理智能分工表讲完 做去年考试题 说法正确都有 A 管理智能是由管理过程的多个工作环节组成的 多个工作环节组成正确 几个环节啊 一般是五个环节 B 在一个项目的实施过程中 可根据具体情况 对工作任务进行 它的分工进行调整 工作任务分工 是具体情况要调整 对不对 我们没有讲 很多选举不敢选 各位你来看这句话 这句话说的什么意思 这句话说的就是四个字 这四个字叫实事求是 当然对吗 还有任何怀疑吗 实事求是 实际情况都变了 你的工作任务分工 当然要变了 C 管理智能分工表 进口用于项目管理 也可以用于企业管理 它主要是用在项目管理上 企业管理也能用 OK正确 D 项目各参与方 应该编制统一到 工作任务分工表 和管理智能分工表 编统一到不对 我们讲三个字叫 够编够 自己编自己的 因为够方的工作任务 够方的管理智能 都会不一样 D 编制任务分工表之前 应该对项目实施 各阶段的具体工作任务 进行详细分解 任务分工表 编制之前 首先要分解项目管理的任务 对不对 正确 分解之后才是分配吗 那么答案就出来了 应该选A B C E 好 工作流程组织 这个点在各位教材28页 中间部分 我们需要讲的点 第一个叫工作流程组织的分类 分为三类 第一个叫管理工作流程组织 我们简称叫管理流 第二个叫信息流 第三个叫物质流 哪些是管理流呢 投资控制 实际的实 实际的实 什么叫信息流 信息流 比如说 进度报告数据处理流程 那叫信息流 信息流就是两个字 数据 处理数据 那就叫信息 所以信息流叫数据两个字 我再总结一下 什么叫管理流 它是一个虚 什么叫物质流 它是一个实 什么叫信息流 它就是数据的处理 那叫信息流 好 屏幕上的第二个点 工作流程组织的任务 这个就不用我讲了 有重点在上边那个图 好 各位你来做这个题 这个题的话 应该对你来讲 就没有任何压力了 某工程施工项目经理部 根据特点编制 成本控制 进度控制 质量控制 合同管理等工作流程 那么这些工作流程应该叫什么 应该叫管理流 它是非常虚的 所以它叫管理流 所以答案出来应该选C选项 好 我们这一节就给各位讲完了